我们常说民意食为天 从日常吃的食物或餐厅 可以洞察市场趋势 现在砂锅粥的热炒正在升温 还有商圈形成了聚集经济的聚落 再把时间交给维生 没有错 现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中式的饮食风潮 其实酸菜鱼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砂锅粥店 陆陆续续在开 不晓得您吃过了吗 而究竟什么是砂锅粥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以砂锅去熬煮而成的粥 比起一般我们吃的广东粥 或者青粥来说更加软烂一些 它属于一种粤菜系的潮粥菜 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以海鲜为主的 包含图面上看到有龙虾 干贝 虾子 螃蟹等等的 像是肉类 猪肉 牛肉等等 只是作为辅助的食材 但如果不敢吃海鲜的话 吃猪肉和肉类当然也是没问题 而这样包含中式和台式料理商机 究竟有多大呢 有餐饮集团就统计了 一年当中预估下来 每一年的规模超过2000亿元的新台币 而且根据他们的观察 超过六成以上的消费者呢 每两个礼拜就会来消费这样的餐厅 包含中式和台式料理来一次 这么的多 让商机这么大 当然人人都想来抢 以台北市来说呢 南京东路的商圈 目前被视为是一级战区 因为呢 在方圆1.3公里之内 就有三家的名店 而最短距离在160公尺之内 就有两家了 我们也透过图表 让你看到究竟有多么的密集 他们也不约而同 最主要的食材都是海鲜 可以看到包含有螃蟹 龙虾 特色的曼博鱼 或者是干贝 以及鲍鱼等等 而竞争这么的激烈 要如何成功出现 吸引消费者注意呢 当然就得割除起招 包含呢 除了麦砂锅粥之外 还可以点到热炒 烧烤或是火锅 或是有私房菜 包含有萝卜糕 臭豆腐等等 或是靠口味取胜 常使呢 以特制的坚果酱来调味 做出口味上的区隔 而这样的关系 恐怕他们自己 也是又爱又恨的 因为呢 他们竞争很激烈之外 还能够同时享有聚集经济 也就是呢 特定的业种 在特定的地理当中呢 分布非常的集中 有利于他们的消费 以及经济的成长 的确当中就有业者 跟我们透露了 他们开得这么近 竞争很激烈 可是呢 可以省去相关的宣传成本 有很多的自来客 不用他们宣传 打广告 就知道这一区 有很多的砂锅粥店 自己就会来 所以呢 他们可以共享相关的资源 而消费者来说 也是有利多 因为选择更加多元 并且更容易去货币三家 而产业的分析师也透露了 想抢空这些聚集经济的业者 餐厅呢 他们特色如何保持求新求变 随时的与时俱进 就是关键之外 价格也不能轻忽 价格是不是能够长期 维持在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范围 就是最后的自身关键 以上直信提供给您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